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 科技研发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凸显 科技研发投入大的地区 转型的成效也往往更加突出 2019年 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于22100亿元 比上年增加于2400亿元或12.5% 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的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.23% 比上年提高0.09个百分点 自2013年以来 我国研发经费总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二 与美国差距逐步缩小 R&D经费投入强度逐步提升 以接近欧盟15国平均水平 分地区来看 研发经费投入超过千亿元的省市有6个 分别为广东的近3100亿元 江苏预2700亿元 北京预2200亿元 浙江预1600亿元 上海预1500亿元 和山东近1500亿元 广东的研发投入大 与广东作用两个一线城市有关 尤其深圳于2018年已遇1100亿元 紧追金户 成为全国研发投入过千亿的三大城市之一 在榜尾端 共有八个省份的研发强度低于1% 分别是西藏新疆海南 青海广西贵州 内蒙古云南 而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 科研经费增长 分别是10.8% 17.7%和14.8% 中西部地区追赶步伐 明显加快 现代电视记者周燕芬整理报道